我们宣读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 我们请弟兄念第一节 然后第二节我们有姐妹要念 来 一二三弟兄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过了不多几天 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他仍以放荡浪费钱财 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租 他省愈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故宫 粮食有余 我倒在这里二十吗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儿子对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田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 我们来吃喝庆祝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时 听见巧乐跳舞的声音 童谱对他说 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他无债无宾地回来 把肥牛肚宰了 他对父亲说 你看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扫山羊 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 一起来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还有 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 死而复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 欢喜庆祝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 洛王传达 两个浪子 好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在主里平安 也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圣诞蒙恩 请你跟你的旁边人跟他讲一下圣诞蒙恩 对了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纪念 你在两千年前 愿意放下天上 一切的 荣华富贵 更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的 那天上的荣耀 你来到世界上 成为一个小婴孩 为了是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向你感恩 让我们能够纪念 在圣诞节的时候 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能体会 主啊 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所向我们表达的爱 和完成的接纳 所以我们将今天早上向你交托 愿你带领我们能够 明白你的心意 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 主你都了解 你是我们的牧者 愿你按照我们的需要 你来喂养我们 我们将交托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在我们当中 有谁听过浪子回头的故事 请举手 有听过的 基本上都有听过对吗 如果没有听过 刚才你也读过了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 谁是那个浪子 小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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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代表你有听过那个故事 好 那浪子回头的故事 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有点遥远 但是有点近 那么就来看一看 那这里耶稣说了这个故事说 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那这个人 那是指向谁呢 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呢 这个人就是指向上帝 那么他的两个儿子呢 就是指着我们人类 对这位上帝 对这位父亲的两种的态度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 我们先来看看小儿子了 那这个小儿子是怎样呢 当然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 我们看到他不要他的父亲 因为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了 那在当时候的 这个文化风速里面呢 什么时候才可以分家产 这跟我们华人差不多了 死掉了才能分家产 对吗 还没有死呢 你这个孩子要爸爸分你家产 你就是很不孝的孩子了 所以那么在分家产 通常长子是得双倍的 就是三分之二 这个小儿子是得三分之一 所以你想想看 在那个时候那种 honor and shame的culture 就是容词的一个文化里面 这个父亲为了要分三分之一的家产 这父亲需要花很多心思 去变卖他所有产业的三分之一 要这样做是很不容易 你问问永逸就知道 要卖掉你的房子 你的产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在这个做过程 整个村整个城都知道 有这种一种不孝子的事情 其实这个父亲其实是觉得很羞耻 而且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圣经里面讲 这个父亲还是把产业分给了这个孩子 那么这个产业在这个原文里面 be yours 就是生命的意思 意思说这个父亲在分的过程 其实也把他的命给分掉了 分给了孩子 所以当这个孩子对他父亲说 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其实是 这个小儿子是对父亲说 我当你已经是死了 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你把东西分给我 我们就这样了 算了 已经没有这个关系了 然后他就 之后得到产业 他就离开他的父亲 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 把一切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所以那时候的往远方去 是完全没有再接触了 不像现在我们还可以用手机 还可以打电话 你那边怎样啊 我这边水灾 你那边汉灾还是什么 但是那时候 就是没有再接触了 他远远地离开他的父亲 与父亲完全地隔开了 隔绝了 那这小儿子呢 其实也讲到我们 许多今天的一种的情况 那圣经讲 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这个罪 圣经讲每个人都有罪 那你想想 有没有你做的一个事情 你觉得很羞耻的 如果给人知道 真的是很羞耻的 有没有做过啊 有哈 那么 当然罪不单只是杀人放火啊 偷啊 墙啊 奸淫的事情 做出来的 罪也不单只是包括我们心里 那种的贪心啊 怨恨啊 不顺服啊 不单只是这些 罪最根本的 是我们 的自我 我们离开这位上帝 我们选择走自己的路 我们决定什么是对是错 我们不愿意顺服这位上帝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是我们自己决定 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类的情况 我们都有着罪 我们远离上帝 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 自我的时候 那么那个代价 那个公价就是死 死不单只是指我们人老了以后会 身体上死 可是也是指死是一种的隔绝 一种的隔开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你们亲人的这个葬礼 有没有参加过 一些的亲戚啊 而且是家人 那么在葬礼当中 你会发现死就是一种的隔绝 因为你跟那个死去的人 你不能再跟他有任何的沟通 你要跟他讲一句话 都不能讲了 不能够再有爱的交流 你要跟他表达爱啊 接受爱 这些都不能 这个就是隔绝完成的 没有办法再有任何的沟通 所以我们犯了罪之后呢 我们的情况就像这样 罪在中间 我们人跟上帝呢 没有就是隔绝了 没有办法任何的沟通 所以 小儿子呢 我们也像小儿子这样 因着我们人的自我 所以我们跟上帝远远的 远远的离开上帝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小儿子开始任意而行 任意而行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所以这种自我做主的生命 使我们人生的目的呢 常常就是开始任意而行 我们人生活的目的 开始是追求享乐 任意而为 生命只在乎曾经拥有 不在乎天长地久 现在能够享受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发现 人的享受其实很有限 我记得我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在一个药剂的公司工作 那么其中有一种的药 我们需要去 给我们训练 给我们训练 所以那个训练的地方 在槟城一个五星祭的酒店 这是第一次做工 第一次去住酒店 你知道酒店里面每天都是吃Buffet 对吗 吃自助餐 那时候我年轻很会吃 我可以吃三大盘 吃三人 所以 一开始第一天真的是 人间天堂 又有胃口 又能够吃好吃的食物 我真的是 那么 吃了第一天 第二天 还觉得还可以 到了第三天呢 有点看到食物就怕了 你看到吗 我们人的 享受其实是很有限度的 那么更不用讲现在这个年龄 对吗 现在年龄 吃多一点都觉得有点 不能享受了 所以现在年龄呢 吃粥 配咸蛋是最好吃的 所以人的享受都是很有限的 那我一个朋友说 他有一个很有钱的朋友 他可以 他对这种追求享乐的一个地步是什么 他想吃螃蟹 他结果就坐飞机 飞到香港去吃螃蟹 吃了螃蟹就回来 那么当然吃的时候 你觉得很爽 可以吃最好吃 又最贵的螃蟹 因为有钱可以这样花 我不是说他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如果他是为了追求满足 吃的时候是满足 回来消化了 接下来你要想 我要去那里台湾吃什么 去日本吃什么 来满足自己 这种满足是永远 没有办法完全地满足我们 所以 这个就是烂子的情况 他以为这些东西能够满足他 但是最后呢 却使到他穷苦起来 耗尽一切所有 然后又大灾难 就穷苦起来 当然我们的情况 不一定像这个小儿子 我们钱还是有 对吗 我们没有 除非你是赌钱还是什么 你输到 而且是credit card 欠债 这是很穷苦 那种没有钱的穷苦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的穷苦 就是 不是没有钱 但是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 我们生命里面的穷苦 我相信你有听过 有一位牧师 送给在监狱里面的 陈水扁 就是台湾的前总统 一本书叫什么书 你听过吗 那本书叫做 穷的只剩下钱 其实 我们圣经也看到 所罗门王 他想尽了荣华富贵 他要什么 他不会不给自己的 什么东西 他都想做了 但是 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发现 真的是穷的只剩下 钱和产业 他说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所以 你是否在你的人生当中 好像这小儿子 常是用许多东西来满足自己 但是后来发现 这些东西只是能够暂时地麻醉你 不能够给你的生命 带来真正的意义和满足 所以你的心灵是那种穷苦的 那我们看到小儿子呢 当他在穷苦的情况里面 他醒悟过来 他醒悟过来说 我父亲有多少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 那他醒悟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目前的观景是什么 他目前的观景 继续下去 他要饿死了 对吗 然后他醒悟过来 就是回想 在他父亲 父家有多美好 口粮有余 这是他醒悟过来 所以圣经也讲到 其实我们需要醒悟的 就是我们 其实是死在罪当中 这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没有任何盼望 死在罪当中 但是 我们要醒悟过来 因为在天父那里 给我们的恩赐 就是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给我们的是永生 这个死是永死 但是 那是我们的情况 但是我们有个盼望 就是有永神的盼望 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这个小儿子呢 醒悟过来 知道他的情况这样 知道父亲那边口粮有余 他就 做了一个决定 他愿意悔改 他说 我要起来 就是 他要做一个决定 他有一些行动 对吗 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不配成为你的 孩子 儿子 当着故宫 所以他决定 他有行动 就是他要 愿意悔改 愿意起来 回到他父亲那里 然后他也 决定说些什么 他向他父亲 承认 自己的罪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所以他愿意认罪 悔改 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 有的行动 那我们现在 看了小儿子 我们就看了 这个父亲的心 是怎样对儿子 那如果你是那位父亲 你的孩子 你的儿子 这个儿子 把你的 命都拿走了 然后又 把他挥霍了 钱所有挥霍了 现在安安赞赞地回来 你这做父亲会怎样 你的孩子整天 去借大利隆 欠了一生债 你看到他你会怎样 你又把他骂一顿 对吗 你还有脸回来 弄到我这样长 这样没有面子 现在你还有脸回来 你给我滚出去 或者是有些父亲 是说 好了 那你来做工 赚回你以前花掉的钱 但是 耶稣这里告诉我们 这位天父的心是怎样 他其实是在 等待这个小儿子回来 你看到 相离甚远 他父亲就看见了 那这里是讲到 其实表达上帝的心意 就是这位天父 天天在 这父亲 一直在等孩子 但别回来 然后别人都没有看到 别人都在瞒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个父亲 却看到这个孩子 远远地都看到他 说明什么 说明这父亲 一直在等待 一直在等候 所以 等候这个孩子回来 然后呢 父亲也 动了 慈心 因为这个小儿子 其实那时候 他是带着很羞愧 很惧怕 对吗 很羞耻 又很惧怕 到底父亲会怎样 会不会认我 会不会接受我 这个工人 带着这样的一种 重荡 慢慢地拖着沉重的脚步 回来的时候 但是你看到 这位父亲 就动得慈心 而且是 跑去 迎接他 在那个时代 我相信没有 jogging这一回事 一个有尊严的男人 是没有跑的 他走路都是 就是 世世文文的走路 但是这个父亲 放下自己的尊严 跑去迎接他的孩子 而且呢 他是 无条件地 爱和贱难的孩子 我们看到 他跑去 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嘴 你知道这个 这个小儿子 是养猪的 那么回来 我不懂 没有时间冲了 大概没有冲了 成神臭臭 肮脏了 对吗 那种 非常肮脏 如果你是那父亲 你会就 先去冲了 先去冲了 对吗 但是这父亲 完全地 接纳 他的孩子 有时候我们 不是很能够体会 上帝对我们的爱 最近在 我在 回去宾都路 我们教这个 婚姻课程的时候 那么有一天中午 我就约了 一个我的朋友 一起吃午餐 我和我的太太 那么 在吃午 要吃午餐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等的时候 我的那个朋友 就打个电话给我 哎呀 他说 我需要带一个人 跟我一起来 因为我关心个人 他有一些问题 好了 我们就 就等他 那么发现 他带了 一个二十岁的 女孩 女孩子二十岁 是另外一个种族 我们就跟她握手的时候 发现她的牙齿 她的举巴 一直在 一直在这样的 颤抖 在动 后来我们发现 原来 这个二十岁的女孩 她已经 一个星期 不能吃 不能睡 一个星期 不能吃 不能睡 原来她有这个 这个 忧郁症的背景 所以我们就 就坐下来跟她谈 当然 我的太太她就 跟那个 那个女孩子 谈的时候 让她 告诉她 我们明白她的挣扎 那种 忧郁的情况的挣扎 那么后来 我们发现 原来 她在 这小女孩 二十岁的女孩 她在十六岁的时候 被她 叔叔 强奸 那么她要 跟家人讲的时候 家人都不相信她 反而是拒绝她 然后在十九岁的时候 不能去看医生的时候 被一个 medical assistant 强奸 然后她就 怀孕 后来呢 是被她 父亲 打她 打到她流场 所以 这些都是 使她觉得 这个生命 没有意义 所以她一直想要 自杀 那么在了解她的时候 我们就跟她讲 我就跟她讲 因为有一个感动 上帝给我一个感动 我就跟她讲 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安赞 你可能觉得 没有人爱你 你觉得没有人保护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位上帝 他无条件地爱你 这位上帝 他看你是很宝贵的 你可能就自己 觉得很安赞 他很不配 但是这上帝 看你是很宝贵的 他爱你 耶稣愿意为你而死 你可以来相信 接受这位耶稣 所以那一天 当我跟她这样讲的时候 我不要跟人讲 这个是我们头脑知道的 但是那天跟她讲的时候 我真的感受上帝 对我们的爱 不管我们是 多没有用 多安赞 多软弱 他还是看我们是 最宝贵的 甚至愿意为我们牺牲 所以 这个天父呢 就是这样的 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 就是 你最安赞的时候 他就抱你了 没有讲 你先冲个凉才 喷点香水才回来 没有的 他是完全的爱和接纳 不管你有多坏 多安赞 多讨人厌 所以上帝不是等你悔改了 才爱你 上帝是先爱我们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悔改 明白这段话吗 上帝不是等你悔改了 才爱你 上帝是已经爱你了 这是为什么你要 需要悔改 来经历他的爱 好 而且呢 这个父亲呢 给了孩子 他的小儿子 最需要那时候 小儿子最需要就是恩典 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是我们得到 我们不配得的 这小儿子 小儿子配得什么 花光了所有钱 他回来他配得什么 他配得一顿的骂 对吗 配得要惨还 要抵罪 但是这个父亲没有 他给孩子不配得的 就是完全的 无条件的接纳的孩子 并且恢复 小儿子的名分 你看到吗 这父亲吩咐 仆人说 上好的袍子呢 再给他穿 这个家 最好的袍子 是谁的袍子 是父亲的袍子 当然对吗 然后戒指带着 纸头的 戒指是代表 那个权利 他可以做 business transaction 盖章 就是他又恢复 这个儿子权利 然后鞋代表什么呢 仆人是没有穿鞋的 只有儿子 家人是有穿鞋的 所以他 父亲恢复 儿子的名分 而且呢 还预备一个 丰盛的宴席 这就是 耶稣告诉我们 天父的信义 你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来得救 你是靠上帝的恩典 只要你愿意回头 回到上帝的怀里 耶稣就说 凡接待我的 就是信我名的人 我赐给他权柄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孩子 那这恩典呢 是免费的 是freely give to us 是免费的 但是 他不是廉价的 不是chip 的grace 那我们来看 大儿子是 去明白这个恩典 到底是怎样的 大儿子是 另一种 对上帝的态度 这个大儿子 你知道他乖乖地在家里 没有离开 富家 没有任意而行 没有浪费挥霍 跟这个小儿子比起来 这个大儿子 其实是不大需要悔改的 对吧 那么 到底谁是大儿子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那我们来看 在路加福音 我们刚才读是十一节 我们看一节开始 一节开始呢 是有两种不同 两类的人 第一种就是 税吏与罪人 税吏与罪人 税吏你们知道 他是收税的 我们这里的 那种税收局 你大概都不欢迎 他来你的office 而且那时候的更惨 他们帮罗马 帮这个外面的人 好像汉奸这样 对吗 帮他收税 那么他收的过程呢 他会收 应应挤你 因为挤多的 就是他自己的 所以是很 不受欢迎的罪人 税吏 还有罪人是谁呢 罪人是那些外邦人 或者是参计 做妓女的 所以这是第一种 这个其实就是 小儿子的 就是那些罪人 然后 还有另外一种人 就是法利塞人文士 这是另外一种人 法利塞文士 就在那边批评 你怎么可以 跟罪人在一起 吃饭 所以法利塞人 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 文士 就是那个经学家 他们都非常地 遵循律法 遵守律法 没有刚犯律法 所以 在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 小儿子 小儿子是这一群的人 但是大儿子 耶稣其实是指向 这一群人 法利塞 和文士 那大儿子呢 虽然 跟父亲在一起 但是他的心呢 却是远离父亲 他并没有体会着 父亲的心意 那么 反而因为 这个小儿子回来 他不高兴 那父亲跟他说 这个小儿子 你这个兄弟是 死而复活 死而又得的 应当欢喜快乐 但是 这个大儿子呢 因为不懂父亲的心意 他只看到小儿子 回来是个威胁 他很不爽 所以 他也是另外一个烂子 他所做的 其实不是为了 他的父亲 他所做的 都是为了 他自己的利益 你记得这小儿子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 你还欠我一只 三羊糕 小羊啊 他做的都是为 为自己做的 虽然可能在教会 做很多东西 但是 都是为了自己利益 做的 那有一个比喻 是耶稣和彼得的比喻 但是圣经里面没有 这个是想出来的 但是这个比喻 能够比较 帮助我们 明白大儿子的心态 有一天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为我 耶稣说 为我哪一块石头 然后来跟从我 你知道 彼得是最聪明的 对吗 他就选了一块 小小粒的石头 拿了饭 在宝贝里面 就跟着耶稣走了 走走走 走到午餐的时候 耶稣祷告了 把那石头变成面包 还有彼得 这么一小粒面包 吃了 就完了 我觉得 我刚才应该拿大粒一点 对吗 所以吃完午餐之后 耶稣又说 为我哪一块石头 跟我走 这次比得学乖了 对吗 找力最大了 拿着 拿到要死 到了晚餐的时候 他们走到耶诞河旁边 耶稣说 把那个石头 丢进耶诞河 丢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这样完了 哇 彼得 那时候很生气 对吗 哇 耶稣你玩我 对吧 很生气 耶稣就对他说 彼得 你是为我拿 还是为你自己拿呢 你认为彼得为谁拿 为自己拿吗 如果你为耶稣拿 为拿大拿小 为耶稣拿的 都OK 对吗 但是他是为自己拿 所以我们是否 像这个大儿子这样 我们虽然没有做什么坏事 但是很常都说 我们人生活的目的 可能在教会有服事 但是我们都是 出于为了自己 有时候甚至觉得 我有来教会 已经很不错 给上帝一些面子了 所以我们看到 小儿子大儿子 虔诚的 不虔诚的 如果没有上帝 跟上帝有这个关系 都是失散的 都是失散的 都是烂子 那你怎么知道 小儿子是有 为了自己的好处呢 第一我们知道 他生气了 对吗 好像彼得这样 就生气了 他拿得不到 他应该得的 他就生气了 在你遇到困难 患难的时候 你祷告 上帝又没有垂停你的祷告 你的反应是什么 很常说 我们生气上帝 对吗 遇到患难的时候 上帝我这么热心 服侍你 你这样让我遇到这样患难 你有没有良心 对吗 你都没有保护我一下 所以这代表 很常的时候 我们生气 上帝 是因为 我们都是为自己而做 然后呢 另外一个 大儿子的情况 就是他看清罪人 他跟他爸爸说什么 你这个儿子 对吗 好像不是他弟弟 是你这个儿子 所以他是 看清 他的弟弟 不认他的弟弟 所以这个就是 法利塞人 常常面对的问题 以为自己很好 所以看清别人 认为别人都是罪人 批评 认断 轻视 认为他们不配 得到上帝的恩典 法利塞人 常常看不到自己的弱点 但是 别人的弱点 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就是 法利塞人的情况 但是我们看到 这父亲的心 是 父亲出来 劝他 父亲放下自己的尊严 出来 劝这个大儿子 说回转吧 其实耶稣这里呢 是告诉这些法利塞文士 因为耶稣知道 这些法利塞人和文士 要把耶稣交给 罗马政权 把他定十字架 就要弄死耶稣 所以耶稣这里 以爱来劝他们 回转 来劝他们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对小儿子 大儿子呢 心意都是一样 要他们回转 要以完全的爱和接纳 来接纳他们 那么我们来看 大儿子 小儿子 跟圣诞节 有什么关系呢 小儿子告诉我们 上帝的恩典是免费的 the freeness of God's gift 是免费的 但是不是廉价的 是需要付代价 所以大儿子呢 这情况其实告诉我们 上帝的恩典是昂贵的 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 十五章里面 十五章其实有三段的故事 第一段呢 耶稣提到一个 失去他的羊 一百字里面失去一字 耶稣说这个失羊的人呢 就去找那只 失散的羊 把他找回来 就欢喜了 然后第二个呢 是讲到一个妇人 失去他的钱 他就把他的钱 找回来就快乐了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那只回头的故事 就是这个 父亲失去了这个小儿子 但是很奇怪的 这里呢 这父亲 没有去找这个小儿子 反而在家里等待 没有去找小儿子 那请问 谁应该去找这个小儿子 失去的小儿子回来呢 本来是谁 本来是谁应该去找 本来是 如果这个大儿子 是很体贴 他父亲的心意 这大父亲 整天都在等这个小儿子 这个大儿子 如果跟他父亲 关系很好 他体贴了父亲的心意呢 这个大儿子 是那个应该去 把小儿子找回来的那个人 但是大儿子要找回小儿子 他需要付上代价 因为小儿子回来之后呢 也许又可以在父亲去世之后 因为他又是一个儿子的嘛 父亲去世之后 又可以分他 三分之一财产 又要分出来 那这是也许是 为什么小大儿子很生气的原因 因为他想到 我的财产又完了 他需要付代价 那我们要问个问题 谁是真正贴近父亲心意的大儿子 这是做应该做的 去找小儿子找回来 付上多少代价 都要把小儿子找回来 谁是那个真正的大儿子呢 真正的长子呢 就是圣诞节 耶稣基督 我们的天父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他看到我们这些人都失落了 我们失散了 他愿意付出昂贵的代价 放下天上的荣耀 还有那个无所不在 变成一个小baby 被布包着 连大便都不能自己洗 从一个荣耀的上帝 变成一个baby 而且离开天上远远 离开那个家去找 失散的小儿子 那么耶稣降世 祂为我们的罪 钉在十字架上 祂代替我们的罪 而且呢 祂经历那个死 为我们的罪 祂经历死 耶稣在十字架上 最后话之前 是神啊神啊 为什么你离开我 那是祂最痛苦的时候 因为祂经历了那个离开 那个死 祂对我们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耶稣的 在圣诞节 祂来到世界上 以及祂为我们死和复活 告诉我们 耶稣为了要把我们找回来 祂付出昂贵的代价 就是祂自己的生命 祂为我们付出了 所以这位就是 那位真正的长子 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圣诞节不是 哇 很爽 大家happy的时间 是这位大儿子 放下 祂的家 付出 生命的代价 去到远方 把我们这些小儿子 找回来 所以耶稣说 他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他 没有人能到 回到父那里去 给大家看看 没人能到 这段 这段